一群大學生衝上武嶺拍學士照 小玉冷氣團來襲 大家邊搓著手邊發抖 直呼好冷 之前就預定好了 之前就預定好了 只是沒有剛好 就是剛好遇到汗流 剛好人家汗流來這一天 還有這群大學生 半夜12點從新竹出發到武嶺 就是要看到河寬山下雪 從新竹 對 晚上12點 晚上12點 到這邊的時候 騎了多久的時間 6、7個小時 6、7個小時 來這邊沒看到雪 會不會有點失望 其實還好 因為那邊有一點點 看看這台車上的民眾 道具齊全 電毯 大衣 甚至還準備了咖啡跟薑母鴨 他們前一天晚上 就睡在山上等雪 昨天很冷 很冷喔 很冷 對 所以早上要吃這個來 薑母鴨 去盤一下 對 看不到雪也沒關係 隨手收集地面的積雪 堆其雪人 遊客自得其樂 會不會想要繼續等 不想 太冷了嗎 河岸山從晚間下過冰線之後 一直到早上都只下著雨 上午的氣溫在3度左右 另外玉山則是零下3度 結了霧松 太平山雖然氣溫0度 但水氣不足 只起了霧 就知道說這次會有寒流 就是說會比較有 那個強的冷氣團來 所以我們是很期待下雪 然後到這邊看的那個 溫度計是零度 是希望更加大 結果 結果還好沒有很冷 隨著冷氣團發威 高山地區如果水氣充足 溫度夠低 還是有機會下雪 就看老天爺賞不賞臉 記者公益的黃酒與SNN小組 南投報導